我是Enter,欢迎收看Enterbox 今天和大家分享我的农耕之路 我也称不上是专家啦 如果你说是专门待在家,这个我是做得到 基本上就是闲暇之余用了手上多的一些零件 组了一台机器来做耕田 一边工作一边用公司的电脑耕田 一边排出问题 前前后后大概玩了一个多月 农耕做的也不是很认真啦 因为有时候零件要拿去做其他东西 那前前后后一个月也只有只P到3TB而已 那一点心得和大家分享 我这个就是报纸的新鲜好玩的态度 实际上你要配个专门P图的机器 也不用特别按照我这个规格 那另外我也是新手 也遇到很多问题是解不了的 再请知道的网友留言补充了 那为了让完全不知道其他B的观众 知道我在干嘛 我这边还是简单说一下 通常大家会用SSD先做P图这个工作 这其实非常看重SSD的写入寿命 也就是TBW 这个数值大多数SSD厂商都会标出来 我们后面也会讲到 那P图有几种规格 有K32、K33、K34 我自己比较常做是K32、K33这个等级 因为我的SSD容量不够大 没有办法做更大的K34 所以这是为什么之前炒7亚币的时候 首当其中都是这些大容量 1TB、2TB、4TB的SSD 因为容量太小你也挖不了 就没有实质效益 那P图的时间可能从半天、一天、两天不等 就看你的效能还有选的等级 P图完成以后 就会把这些耕地储存到硬点里面 这些都是主程式他自己会去完成的 那耕地放在硬碟里面就是放着继续耕作 等待中奖 不过你放心 这边已经完成的K32、K33、K34 这些任务、这些耕地 它是不会额外去消耗硬碟的TBW 单纯就是只是很占空间而已 OK其实到这里你就知道了 其实之前硬碟涨价 固态硬碟涨价 在外人看起来其实就是都是因为奇亚币 但是其实这个过程不太一样 简单来说就SSD是因为它一直是消耗屏 而硬碟的话是因为 它需要很大的空间去储存这些成果 那中奖容易吗 这真的非常吃运气哦 有人10TB的成果就拿到两颗了 有人70TB 140TB 300TB甚至350TB 都还没有中到一个 所以运气的成分其实非常大 那我一开始就是抱着玩玩的心态 并没有去奢望要中奖 所以得失心就没有那么大 那CPU的选择方面 这个是Intel的i9-11900K 因为手上就只有它是闲置没事做的 那就把它拿来当作凉草帧收缘吧 那我觉得用Intel的好处是 你就不用额外接一张显卡 多出来的PCIe频宽 再买个PCIe的扩充卡 你还可以安装更多的SSD 例如一个PCIe116的扩充卡 你就可以让它变成 4条M.2的SSD 那也有人说 那Intel也有没内显的 AMD也有后缀居有内显的 那也是可以 不过我手上就刚好只有Intel 那我看其他币的相关讨论社团 配单大概都是以AMD为主 Intel也有 不知道实际上大家 到底是用哪些CPU 我们在留言区 可以做一下投票交流一下好了 那不过这就让我想到一件事情 AMD以前的CPU 是不是都用农具机当产品名称 这个会不会算是另外一种先知呢 那之后会不会看到 网拍上面开始出现那种 FX8350的处理器啊 然后上面打着什么 推土机最强其压壁主机啊 之类的名号 那就真的太骗了 那CPU是否会影响效能 这一块我就没有深入的去研究过 因为我的P土机有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开始P土的时候 CPU占用率就会直接到100% 然后全部P土完 我想说蛮奇怪 就让它休息一下好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只有 硬碟是继续运作的哦 结果这个时候CPU的占用率 都还是稳定在75%到80%以上 然后到工作管理员里面看 它都没事啊 但是它就是写着75%到80% 那导致我在想 是不是我实际在P土的时候 其实只用了20%的效能啊 但是跑K32跑半天 K33跑一天 这样的数据也跟大家的 比较起来是蛮正常的 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不一样 对这个问题我是一直解不开的 我也没有看到别人有这样的问题 主机版使用的是 SRock Z590 Steel Legend 其实我本来是打算拿 B560 Steel Legend来做的 因为我一开始听说 P土是不怎么吃CPU效能 结果我后来发现 好像蛮高的啊 可能是就我那台机器的问题啦 那平常整机功耗大概就是200W左右 加上这个机器是24x7的 一直放着让它跑 所以我忽然想一想 当初拿Z590 Steel Legend 还是比较稳的选择 毕竟Z590的供电规模 还是比较强大的 那加上SSD、HDD、风扇这些加一加 平常整机功耗是 220到230W之间 CPU散热器 我使用的是之前测试平台上面的 DarkFlash TR360 因为我们最近在做 360水冷的横向评测计划 这个真是非常好玩 那公司所有的360水冷 都被Hank拿去隔壁做测试了 那为了避免影响他的测试进度 我就乖乖的用这个水冷 来帮助CPU散热吧 关键的SSD部分 这次用到四条 我足以列出来 第一条是Tingroup的Z440 1TB 这是一条PCIe Gen4 x 4的SSD 之前做完测试平台的 开机系统叠这个任务之后 这条SSD就没有让它负责 P图或是耕种 它就只是负责开机而已 非常的奢侈 第二条SSD是 Unaconda的i4 SSD 这条也是PCIe Gen4 x 4的SSD 当时评测完不知道干嘛 干脆一起加入挖矿的行列好了 那这边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其实目前也算是公认的事实 就是PCIe Gen4 SSD的效率 是不会比PCIe Gen3好上多少的 因此建议大家不用花大钱 去买PCIe Gen4的SSD 买Gen3的就好了 第三条是Edita的S70 Blender 不过因为后来其他计划要用到 大概只用了一个礼拜多吧 我就把它退训了 毕竟主机版上面 PCIe Gen4 M.2就只有一个 我居然放了三条 真的是太糟蹋了 目前看到蛮多人也是用 SX8200 Pro来挖的 也对 因为现在这个价格是蛮便宜的 而且我发现网路上 可以找到Edita的一个表格 它就是将架上有在卖的M.2 SSD 各个系列各个容量 都整理成一个表格 然后也标识出TBW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还是蛮不错的 糟糕第四个是世界奇观 Intel Optane SSD 905P 这个名字可能陌生到 大家都忘记它的存在了 因为它现在在架上都还是有货的 那其实我觉得这才是 真正的民用P2神器 先说一下它的价格 手上这颗480GB的 大概是14000到15000 那猛的是 Intel从来都没有让这个SSD降价 从2018年推出到现在 价格几乎都没变过 现在买价格大概也就是15000 就以我自己用过好几条的 威刚SX8200 Pro 1TB来说 这个价格至少从刚推出到现在 应该跌了一半以上了 那写入寿命是640TBW 现在的价格是3699 同容量的Intel Optane SSD 905P 960GB 写入寿命是可以达到17.5PBW 也就是17520TB 价格通常是在3万到4万之间 就是比一般的M.2 SSD 还要再贵个10倍 但是它的写入寿命 是一般M.2 SSD的27倍 所以认真要P图的话 其实这个比一般的M.2 SSD 还要划算 而且之前看到PTT PC插品上面 有人用相当于不到1万块 就买到了960GB的版本 哇靠 我手上这个480GB的 要1400015000 它居然不到1万块 就买到960GB 真的是太爽了 那可能还有一些洋垃圾 我觉得大家也是可以考虑看看的 不过二手都是要赌啦 大家就自己考虑风险吧 所以我最近也在看一些洋垃圾 然后我发现Intel现在最新的系列级 Uptain SSD 其实也已经到了PCIe Gen4的规格 那型号是DCEP5800X 上一代PCIe Gen3的型号是P4800X 这个系列的TBW才是真正的史诗级 以目前在我购物车的这颗800GB P5800X来说 哦你说价格哦 你先猜猜看 我等一下再公布 可以看到官网上的规格写着100DWPD 意思就是保固内每天全盘写入量 可以达到100次 换算就是可以得到 惊为天人的146000TBW 哇靠 这已经是一般1TB SSD的228倍 是905P的8倍了 这我估计挖到几年以后 K32都失效的话 它搞不好都还不会被写爆 哎呀糟糕 是心动的感觉 这个台币6万元 才800GB的SSD 比AMD5800X还要贵4倍以上的P5800X 就已经在物流的路上了 当然这也不全然是为了奇亚币啦 之后我会再用这个SSD 做一些奇葩的测试 那储存硬碟 这边也是蛮遮齿的 因为在硬碟涨价之前 我就囤了一颗细节的Iron Wolf 10TB 本来是打算要帮NAS扩充容量的 不过他说他最近刚好没事 好吧 那你就来当储存店好了 目前我大概是P了3TB啦 反正就娱乐性质 所以一颗也没有抽到 看看之后是不是可以把这3TB拿来抽奖送人 另外大家要注意的就是散热 例如AMD2的SSD 我都有装散热片 温度大概是40到45度左右 而905P大概是50到55度 就是比AMD2还要高个10度左右 还蛮稳定的 不过这些都其实在安全的运作范围 其实也不用太担心 为了散热我也拔了几颗风扇来支援 让风道变为前后都是进风 然后顶部是出风 而画面看到的这个机壳 是威刚的XPG Stalker台湾特式版 CPU散热器高度支援16.5公分 显示卡可以支援到35公分 随附有两个前面板可以更换 一种是完全平面的金属 一种是有三角形网孔的 那因为目前我前面放了一颗Dark Flash的360水冷 因此前面板我是使用网孔的磁吸面板 而且因为它上下是完全对称的 所以如果顽皮脸下倒着吸也是可以 周围有RGB的灯条 颜色上有黑白两色可以选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白色 因此就选了白色款 实际到手这个机壳的白色程度相当高 好像除了螺丝 还有理线孔的橡胶是黑色的 其他金属板金件都是白色 那随附的三颗风扇又是黑色的 就 我希望它是白色会比较好啦 那其中一颗风扇它是有RGB的 另外两颗是没有 那三颗机壳风扇基本上都可以满足大多数人 一般主电脑的需求 不到2000元的售价有这样的规格 以品牌厂切入来做机壳的话 我觉得算是蛮有CP值的 并没有带入太多的品牌溢价 那地缘供应器使用的也是微钢的 XPG Core Reactor的850W 会选这个PSU主要是因为它的体积很小 可以有更多的空间来安装模组线 同时让硬碟和硬碟价有更多空间可以放 可以散热 那不过目前整机功耗才230W 对于850W来说真的是委屈它了啦 实际组装有发现一个状况 就是这个电源随附的CPU供电线太短 导致目前我几乎是跟到紧绷 才让它跟电源供应器还有主机板连接在一起的 而且几乎已经是走直线距离过去了 导致我完全没办法理线 这颗850W的价格是3590 那如果你不是要上高阶的显卡 我建议其实可以考虑之前 微钢20周年在特价的750W、650W 那个价格我才2000多就蛮便宜的 Reactor这个系列保固都有10年 而且都是80PLUS的金牌 也都是全模组线的设计 萤幕部分这台是之前测试平台在用的 小米34寸曲面萤幕 主要就是透过21比9的快萤幕 我右半边放7RB的主程式 左半边就放工作管理员 那有时候在家 我远端点回去公司 看一下这个机器的状况 就非常方便 萤幕了然 好了 那以上就是我玩了一个多月7RB的心得 我觉得应该还有很多事情 是我想到但是忘记讲的 那邀请您按赞订阅Enterbox 我是Enter 我们下期再会 我们下期再会